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找他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 和疯 我说的少爷 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忠逆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但在你身边这么每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这鸽子显纹身才是我的印章 只有在我激动时 才会显现 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出现的信件 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全部推翻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 那你现在就会选择把我杀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欣赦 不要欣赦 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宣仇大恨 此刻 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正好自己去找你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你觉得瞒得过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要娶廷遥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她 你也得不到她 就算她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她性命当回事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问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若是告诉她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董廷遥要是知道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你不想加开少爷 你不想加开少爷 叶儿 我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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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儿 叶儿 我才杀 她当初那样害你 她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居 可她不是我的仇人 她是我的亲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找她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 和 我说的少爷 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 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 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但在你身边这么每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这鸽子显纹身 才是我的印章 只有在我激动时 才会显现 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 出现的信件 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 全部推翻是吗 我从来 都没有信任过你 那你现在 就会选择把我杀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信任 我会有事的呢 你别看 我会吓到你 我什么没有结果 任我都杀过 我让人去给你收拾房间 不用了 今夜我守着他 你不会趁机杀了他 不要走 我不走 我就在这儿守着你 你是担心我的对吗 昨天晚上你的着急 不会是假的 我不知道 听药 是我宁正言顺的未婚妻 那你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 难道你有吗 他伤得很重 别碰我 你不确定 你到底有什么 可以不确定的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 骂他 别看你是我侄子 我不会给你留任何金银 游走于叔侄 两人之间 虎鱼与玩火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要是你 我会紧快做出选择的 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 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此刻 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正好自己去找你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你觉得瞒得过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要去听药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他 你也得不到他 就算他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他性命当回事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为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若是告诉他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董廷阳要是指的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你不是夹开少爷 你不是夹开少爷 我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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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初那样害你 他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居 可他不是我的仇人 他是我的亲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都君 可千万不要觊觎自己的执行 你不能这样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岂怒无常 令人硬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找到的东西 何妨满意啊 天忆和明月的分事 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是我不愿意 明知道自己是侄子的未婚妻 却还要爬上叔叔的处 你之前费尽了功夫 身子都贴上去了 他有看你一眼吗 董青遥 你若敢再伤他一次 我就杀了你 快 戒备 保住东俊 何妨满意 你别看 我会吓到你 我什么没有结果 人我都杀过 我让人去给你收拾房间 不用了 今夜我守着他 你不会趁机杀了他吧 不要走 我不走 我就在这儿守着你 你是担心我的对吗 昨天晚上你的着急 不会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听咬 是我宁正言顺的未婚妻 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 难道你有吗 他伤得很重 别碰我 不确定 你到底有什么可以不确定的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他 别看你是我侄子 我不会给你留任何记忆 游走于书职两人之间 舞语与玩火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要是你 我会紧快做出选择的 雨泽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要勾搭杜军 一个女人 树枝俩真的强人 你给我带来的痛苦 我没有一刻忘记过 你真的以为 那小子不会伤害你是吗 我相信他 我也喜欢他 从很早以前开始 我就喜欢方家少爷了 听瑶是我的未婚妻 这与任何人都无关 还请左母帮我和听瑶做主 让我们早日晚婚 我进方家 就是为了替董家报仇 你说的 都是真的 若是 能拿到她的那枚印章 印章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都君 可千万不要 要觊觎自己的侄媳婚 你不能这样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喜怒无常 令人厌恶